另外這是六甘町公室27號宣布 省立風液消毒隊 開始在公共町所進行 環境的消毒價位 尤其是林條未至买公共町所 周邊的環境消毒 當時公室也讓鄉親 做好個人的衛生方法 鼓勵生手 讓大家平安度過這次國家的危機 六町是一個觀光設定 六町町公室的風液消毒 一定是以朝鮮保守的方式來進行 27號也正式來行列風液消毒隊 我們中華管政局環保局 他就是指說 我們可以讓我們地方來行列 一個防疫消毒隊 今天我們在公所 前面來成立防疫消毒大隊 尤其組成人員 就是由我們清潔隊人員來組成 那就是一個牌表 定時定點來做一個消毒 這樣針對公共的一些廠區 比如說大眾運輸 還有說學校 還有一些體育場 還有出入民眾較多的地方 包括營運的地方 還有我們辦公大樓 依依都會來做定時定點的一個消毒 可以說把這個疫情 可以感到相機 能夠讓我們所有在地 在地面還可以更安心 清潔隊員準備完畢 在上公室停車上樓 土甲入客座椅定所在 噴揚漂白水消毒 希望中央和地圈 核力風域 占對民眾出力 邊緣的豪華公共 中所的環境 加強消毒工作 收集26鄉鎮公所 來成立消毒大隊 針對公共場所加強消毒 現場特別指示 這次的防疫物資 務必要進行盤點 跟補充 針對陸港鎮公所 能夠率先來成立 我們一定會做後續的 無論是消毒藥劑 或是噴毒 噴尿的器材 我們會來支援 六甲町風域消毒隊 也已經準備好 第一時間 電氣公用環境消毒 稍微讓大家平安度過危機 大眾華新聞林貴英 六甲財訪報道